这里的人就是中国的犹太人,他们四处钻营,哪里有钱的味道,就往哪里跑,这句话说的是九十年代末左右,在福州做生意的商人,他们个个都是天生的企业家,出手就搅弄风云,赚得盆满钵满,在这波造福浪潮中,最有传奇性最有名的莫过于福州首富陈凯。 2002年,刚过完40岁生日的陈凯,像往常一样坐在豪车里,来到自己亲手打造的凯歌夜总会,这栋金碧辉煌的建筑赤资两千余万,规模更是在华东六省中占据魁首,足足占地两万余平,在保镖的簇拥下,陈凯匆匆经过,停满政府公车和公安公车的夜总会大门, 沿贵宾通道走入凯歌内,准备接见今晚的贵宾,为了招待来自福州政界的贵客,他专门请来了,上过春晚的老牌知名歌星。 背好了30年的飞天茅台,还安排了全福州手艺最好的厨子,当然,该给的好处肯定也是不能少的,对于陈凯来说,这种尽显奢侈的生活,不过是平平无奇的日常罢了。 而且,他还坚持贯彻,独乐乐不如众乐乐之道,每天晚上,凯歌都会安排歌舞表演,隔三差五,还有全国演艺界的大腕到场子里演出。 那些两岸三地的知名歌星,出场费动辄就是十几二十万,一场只唱半个小时,但是出手阔绰的陈凯,说请就请,眉头都不皱一下。 按理来说,这种级别的夜总会,为了维持收支平衡,消费一般都不会低,但在凯歌,人均消费50元,就能享受巨星表演,卡拉OK和豪华自助餐。 可以说,陈凯的夜总会给全福州人,您提供了性价比报表的夜生活去处,综合考虑歌星们表演的频率。 和提供服务的成本,凯歌最多也就是收支相比,赚不了什么钱,但是,陈凯并不在意经济收益,他开凯歌,是为了,保持和上流社会圈层的密切往来,汇集当地百姓,只是顺手的事, 人多爱看热闹,高官富豪也不例外,只要有明星演出,凯歌门口的公车数量就会蹭蹭猛涨。 带着老婆孩子来看演出的大小官员,挤满了夜总会,下午六点,歌星们的飞机移到福州, 陈凯的晚宴就正式宣告开始了,无论是无足轻重的九品芝麻官,还是名声在外的政界大佬, 只要到场,陈凯全部都会热情招待,还准备礼品相送,出手如此阔绰的富商,谁会不喜欢? 而且,陈凯从来不会因为自己有钱就摆架子,福州当地人对他的印象很一致, 爱穿深色衣服,黑西服白衬衫,在人多的场合。 陈凯有时也会穿个性一点的衣服,比如改良中山装,但绝不张扬, 在十几个保镖的簇拥之下,陈凯的脸上挂着淡淡的笑容,一副云淡风轻的样子, 在福州这个地界,只要稍有头脸的人物,都是陈凯亲口认证的兄弟, 但凡有要帮忙的,提一嘴陈凯都会想办法搭把手, 看起来陈凯是成功的企业家,是凭一己之力, 让每个福州人,享受平价但豪华的夜生活的大善人, 也是与上流社会交往甚密的顶级富豪, 他体面谦和不失丰度,是名副其实的如商。 然而,谁也不会想到,陈凯的真实身份, 是集黄赌独黑混为一体,的福州土皇帝, 在成为福州黑社会龙头之前, 陈凯还是颇具草根英雄气质的, 尽管出身寒威,但是天生的行商天赋, 注定了他不会敢于平凡, 他高中毕业于福州八中。 实打实的是,重点学校能考上的成绩都很不错, 再加上陈凯长相清秀, 所以在当时很受老师同学的喜欢, 但是,聪明的他只不再学习, 为爱赚钱,中学时就经常翘课去摆摊, 高中毕业后,他就彻底告别学业, 转而和年纪相仿的伙伴一起摆摊, 卖羊毛纺织品,他第一次展现商业头脑是在摆摊的第二年, 那一年,有一批江苏长熟货销路很好, 陈凯便想尽办法压低竞价,希望多赚一点, 奈何价格给的太低, 没谈成,或被另外的商贩劫走了。 没想到三天后,陈凯直接丢下中间商, 自己去找老板娘谈价格了, 老板娘看他头脑活络,嘴巴还甜, 也乐意做这单生意, 这次主动出击,陈凯多赚了五六百块。 更可贵的是,陈凯不仅极具生意眼光, 还懂得见好就收的道理, 过了两年。 倒卖服装生意的利润, 见趋下华盈利空间大不如前, 同行们还在因为舍不得沉默成本, 和昔日辉煌苦苦支撑时, 陈凯已经看上了一片新的蓝海, 福州周边地区开始畅销的威风电扇, 他果断将自己这几年, 经营服装生意赚的钱, 全部投出, 承包了文化厅下属的方毅文化公司, 开始做电器生意, 积累出了低桶金, 为了承包这个, 和文化厅关系密切的公司, 陈凯还四处拼凑, 掏钱买了一只劳力士送给文, 话厅的管事人, 他头脑活络, 心思深沉, 懂得人情世故的特点, 在此时已经显露无遗了, 而陈凯的命运齿轮, 真正开始转动, 是在1991年, 那年赌博机的风吹到了福州各大娱乐场所, 开始置办这种五颜六色, 灯光闪烁的机器, 包括魔术帽机跑马机, 滚球机在内的老虎机, 每次下注至少要20元, 最高可达3000元, 生意好的时候, 一个晚上一台机就能有上万元的输赢, 而且老虎机走的就是赌博那条路子, 十读九书, 钱全进了厂子老板的口袋, 但想做这种五本万利的生意, 是需要门槛的, 一是场所, 二是公安审批, 批一个厂子要多少钱, 官方没有给过具体数字, 但根据民间说法, 没有一百万下不来一个厂子, 这个消息自然逃不过陈凯的耳朵, 人只能赚到自己认知范围以内的钱, 而现在, 陈凯的认知范围, 从合法的电器生意, 扩大到了五本万利的赌博, 那么他, 自然也想伸手锦销金枯, 狠狠捞一笔, 在法律尚未成熟的当时, 游走于灰色地带的小小风险, 和赚钱的膨胀欲望相比, 算得上什么? 他四处打探消息, 最终把目光放到了一个人身上, 时任福州公安局局长徐从龙, 直接找徐从龙, 肯定不行, 地位太高, 当时的陈凯勾不到, 但是人要走大运的时候, 党也挡不住, 机缘巧合之下, 陈凯结识了徐从龙的儿子徐丽, 这个徐丽是个典型的二世祖, 不学无数的盲酷子弟, 常年混迹于歌舞厅, 有一次在歌厅潇洒时, 他看上了陈凯的女友, 便四处打听着, 各女孩的来历, 消息传到陈凯儿中后, 陈凯兴奋地直拍大腿, 二话不说, 就把女友拱手相送, 于是, 两人顺利成章结识, 成了情同手足的铁哥们, 要不说陈凯能成大事呢? 为了赚钱, 连自己的女人都能随便放弃, 在徐丽的帮助下, 陈凯顺利从银行办下一笔美元贷款, 并取得由公安机关颁发的, 电子游戏机娱乐场所经营许可证, 1992年, 陈凯和徐丽在福州市中心双福楼, 买下一块的如何拟定口头协议, 以戈瓣河谷成立南方娱乐城, 经营卡拉、OK桑拿和老虎机, 这基本就是陈凯后来娱乐产业王国的雏形, 陈凯这个朋友结交的是相当给力, 有了徐丽这条线, 徐从荣对陈凯的帮助简直是不遗余力, 短短三年, 陈凯以仓股或控股形式, 迅速拿下了福州海山宾馆, 东街口百货大厦等, 上十家开设老虎机的娱乐场所, 据说到1995年, 陈凯的个人身家就突破了2000万, 翻身做主人的陈凯, 手中握着福州市的地图, 上面的中心地带, 全部被他用红笔画上了圈, 对他来说, 这是商业版图落地的第一步, 是陈凯帝国雷起的地基, 从这一刻开始, 陈凯再也无法回到过去, 做那个为了五六百块钱的差价, 亲自找公或老板娘谈价格, 拿货的小贩了。 勤劳朴素聪颖, 他是所有的美好品德逐渐远去, 剩下的只有铁特权走捷径, 就这样陈凯迈开大步, 不顾一切地奔向他一心向往的成功, 甚至不惜动用超能力, 将整个福州政界拉下马, 报复之后, 陈凯知道, 自己不能把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, 毕竟赚的这一大笔原始资产, 靠的是赌博来源, 不甘不敬, 要想办法洗洗才行, 于是,1998年陈凯, 买下福州市温泉公园旁的一块宝地, 开始建造福州高档楼盘凯旋花园, 这是他洗钱的第一个尝试, 进军房地产业, 然而, 迈不向新产业, 并不意味着他会放弃旧产业, 从此金盆洗手, 相反尝到了甜头的陈凯, 在违法乱纪的路上越走越远, 想要拓宽商业版图, 赚更多的钱, 靠徐从容一把保护伞, 肯定是不够的, 于是, 他借用给义父操办生日宴的名头, 结识政界名流, 徐从容的生日宴, 一直设在海山宾馆, 那是陈凯的产业之一, 也是整个福州档次最高的酒店, 能在里面设宴和吃席的, 肺腑极贵, 因此, 陈凯利用海山和徐从容的特殊身份, 认识了不少福州官场上的人物, 为之后关系网的编织打下基础, 面对处处给自己排场的义子, 徐从容也是倾力相助, 1995年, 福州开始大力查封老虎鸡, 然而在义父的庇护之下, 陈凯的厂子毫发无伤, 甚至规模更大, 因为福州许多地下赌场, 为了继续经营, 不得不转让股份给陈凯, 这一通组合拳打下来, 陈凯一跃成为福州的老虎鸡之王, 赚得更多了, 当然, 出手大方的陈凯也没亏待义父, 不久之后, 陈凯折手盘下了全家福酒楼, 然后, 将自己的第一份产业南方娱乐城出租给麦当劳, 欠的协议, 35年租期, 年租借20万元, 一共700万, 陈凯直接送了一半给义父, 至于自己的好兄弟徐丽, 陈凯大手一挥, 反使徐丽, 在自己家旗下娱乐场所的消费, 全部免单, 然而, 陈凯的阔绰, 是建立在剥削无辜群众身上的, 他以高价出租的南方娱乐城, 是早年间买下的地皮, 但这块地皮其中一个过岛, 是一位当地居民强二妹的, 为了拿到产权证明, 陈凯派其手下和强二妹交涉, 其实就是软硬兼施, 但这块地是强二妹组上的产业, 他说什么都不让, 陈凯见软的不行, 直接派人去强二妹家打杂, 动用一些上不了台面的黑社会手段, 企图来应的, 不肯屈服的强二妹见状, 直接一纸诉状, 从古楼区法院到市法院, 一直告到省法院, 然而, 他一个平头老百姓, 哪里斗得过意肤变地走的陈凯, 从区级到省级法院的关系, 早就被陈凯打通了, 他甚至不用花钱, 打一声招呼, 就有人帮他摆平一切, 什么叫土皇帝, 这就叫土皇帝, 势力健大的陈凯眼神很利, 打官司不怕, 犯法就更不怕了, 哪怕是袭警, 都能随随便便翻篇, 陈凯管理下的凯哥, 做的都是垄断生意, 就是门口接人的出租车也一样, 在凯哥门口, 每晚都有大概三百多辆出租车, 排队等生意, 这些车都是交了每月五百元的人头费, 才能来拉客的, 结果有一次, 三个没交钱的司机, 见凯哥门口盛一好, 就来浑水摸鱼, 结果被保安逮了个正着, 十来个保安一拥而上, 把三个出租车司机揍了一顿, 三个司机不服, 又找来一帮人, 小规模斗殴, 瞬间变成裙架, 接近凌晨时, 福州公安出动的两辆警车向平起, 态势结果, 车还没停稳, 就被保安用钢签扎破了汽车轮胎, 警员也被拉下来, 一通乱打, 袭警可是重罪, 然而天一亮, 人群散去, 这件事居然就无声无息地过去了, 没办法警局里全是陈凯的哥们, 根本没人管陈凯的势力, 大盗不仅能随便结识政界高官, 还能将手伸进司法系统, 提拔心腹, 在义父的帮助下, 陈凯将自己在基层派出所干了十四年的发小, 吴某直接提拔成福州市公安局副局长, 抓十个犯人, 不如有个靠谱朋友, 现实就是这么残酷, 可想而知, 胜了官的吴某, 自然成了陈凯死心塌地的助理, 不过, 纵横福州的陈凯, 也遇到过一点麻烦, 1997年福建晚报曾在披露老虎鸡问题, 语句犀利直指黑暗, 结果没几天, 写报道的记者家里, 就被黑枪袭击了, 砰砰两声枪响, 玻璃和天花窗瞬间吸碎, 人是没受伤, 但是精神受到的冲击也足够大了, 事发后, 记者家人还接到一个匿名电话, 请转告他, 不要再乱写老虎鸡的报道了, 今天算是个警告, 黑枪事件一出, 福州老虎鸡全面整顿, 陈凯的产业最终还是受到了影响, 但是彼时, 他旗下的夜总会酒店和房地产, 发展得如火如荼, 小小老虎鸡到了就到了, 一年后, 被打黑枪的记者, 在陈凯的酒楼吃饭, 还受到了他的亲自招待, 陈凯满脸笑容, 端着酒敬了记者一杯, 酒闻大名, 向你开枪的人实在很卑鄙, 这句话说出来, 基本上就等于承认, 黑枪是自己找人放的了, 但是陈凯并不是要威胁这个记者, 是想用自己的坦诚换来一个朋友, 毕竟, 打好舆论战也是扩充势力的重要一环, 能把敌人发展成朋友, 还不够证明自己的实力吗? 之后, 陈凯还真和这个记者成了朋友, 他还告诉广大媒体, 要到我的凯哥采访明星, 先要通过我兄弟笼络人心, 到这份上, 除了陈凯, 也没有别人了, 当然, 也有骨头硬的, 没能让陈凯得逞, 另一位记者, 先后三次对民房被凯旋集团侵占, 和凯旋集团受伤员工的索赔诉讼, 进行报道, 结果, 陈凯亲自派人, 请他到凯哥皇家音乐广场观赏演出, 在演出期间, 陈凯的弟弟塞给记者厚厚一叠钱, 结果被言辞拒绝, 第二天, 记者就接到了一个匿名电话, 你的文章很好, 但不要做对自己不利的事情, 如果你不想留两只手在福州的话, 考虑到陈凯真有可能做出这种事, 这位记者索性辞了工作, 去北京发展了, 由此可见, 陈凯在福州, 真的已经到了横行无际的程度, 然而, 见不得光的辉煌, 往往紧跟着突如其来的覆灭, 更何况, 陈凯尝到了凌驾于法律之上的甜头, 怎么可能愿意回头, 他的倒台, 在独的催化下说来就来, 1998年, 陈凯成功当上福州市第九届政协委员, 势力进一步扩大, 与此同时, 他和一个人搭上了县王奸章, 王奸章福建亭江人, 持香港居民身份证, 中国内地迄今最大的贩毒团伙, 125贩毒集团的老大, 福建市125贩毒集团的中转站, 专门中转缅甸金三角地区的海洛因, 这些从海外偷渡进国内的海洛因, 北, 王金章团伙, 分销到纽约北卡罗来纳州, 佛罗里达州和加拿大等地, 短短三年这个贩毒网, 从中国大陆向美国输出的海洛因, 就超过680公斤, 价值高达1亿美元, 想要运营规模如此庞大的贩毒网, 没有助力是不行的, 陈凯就是王金章的亲信之一, 他不碰毒品, 而是专门负责洗钱, 陈凯也清楚, 一旦吸毒, 自己的千万资产, 不消几个月, 就会化为灰灰, 所以他很讲原则, 一点毒品不沾, 也不让手下人碰, 在凯歌皇家音乐广场, 连个磕摇头玩的都看不到, 他还给王金章在福州的生意提供庇护, 王金章将自己在福州的一幢四层楼, 改建成赌场和妓院, 一场的赌金, 常常超过10万美元, 为了掩人耳目, 这间赌场对外挂着浴室的招牌, 而浴室的桑拿间, 就是贩毒团伙秘密机会的据点, 整个福州的娱乐业, 几乎都在陈凯的掌握之中, 这样一间涉毒涉毒的浴室, 没有他的点头, 怎么可能开得下去, 陈凯确实很谨慎, 一点毒不沾, 以为这样就能独善其身, 高枕无忧, 但是多行不易必自毙, 他从走上犯法道路的那一刻起, 就注定有倒台的一天, 先将陈凯的罪恶揭开一个盖的, 是一起拙劣的顶包案, 2001年古楼区委书记方某, 在福州西尔环上撞死一个人, 方书记一看出事了, 立刻找司机顶包, 风头过了之后, 又找关系将司机放出来, 光这样还不够, 方书记还通过福州市公安交警部门, 把事故责任推给死者, 自己只赔偿三五万元人民币, 这又泼脏水又不, 赔钱家属怎么可能同意, 后来, 方书记勉为其难地提出, 私了赔偿死者家属的费用, 并从其下属, 福州市古楼区房管局等单位, 贪污公款八十多万元, 然而, 最终赔偿死者家属的, 还是只有几万元, 其余的数十万全部被私分掉, 那这件事和陈凯有什么关系, 还真有因为, 这八十多万, 存进方书记私人金库中的公款, 都来自陈凯, 也就是说, 陈凯先是用手段贪污了八十万公款, 再转给方书记进行贿赂, 不仅如此, 为了讨好方书记, 陈凯还承担了他女儿, 在英国留学的所有费用, 福州市委, 送副书记兼政法委书记的儿子, 去新加坡留学的钱, 也是陈凯涛的, 之后方书记一路升迁, 成了福州市委常委秘书长, 帮了他这么大忙的陈凯, 能不受到照顾吗? 但是, 这群滥用职权草菅人命的贪官污吏, 没想到之前的受害者家属一封举报信, 低上去把中央纪检委召唤来福州了, 连政风暴降临, 福州一次性就拔出来八个官员。 福州市委副书记兼政法委书记, 福建省政法部门官员, 省地税局副局长, 福州市副市长, 福清市委书记, 福州市建安区检察院检察长, 古楼区法院副院长, 古楼区法院刑事审判厅厅长, 这些人沿着查下去, 全部和陈凯有关, 这边正查着腐败官员贪污受贿的事情。 另一边, 与陈凯往来甚密的王坚章, 也被盯上了, 125贩毒团伙, 多次从纽约, 将毒资汇回福州, 早就引起了中美两边警方的注意, 这些汇款, 记录成了纽约警方抓获125纽约, 成员的重要证据, 也是福州警方抓人的突破口之一, 125贩毒团伙通过地下银行系统洗钱, 将毒资漂白后再挥霍, 他们洗钱的手段并不复杂, 125在美国的成员想将毒资汇回福州, 会先找一家美国地下银行, 必将1000万美元给币币, 收到钱后, 会通知中国的地下银行CC就会把钱给福州的125, 最后,福州125拿到钱, 而B和C从这个过程中拿到佣金, 拿到毒资, 之后这些钱, 就会被贩毒团伙以投资或入股的形式, 填进市场中成为干净钱, 陈凯和他的企业, 就是在这一环节发光发热的, 2003年5月, 折服了近20个月的福州警方, 重拳出击, 一举将王金章及其贩毒团伙捣毁, 这次行动, 也是中美执法机构之间, 规模最大的一次合作, 最终宣告成功, 被抓之后, 自知大势已去的王金章, 麻利地把自己的同伙都供了出来, 其中就包括陈凯, 那边贪腐刚插到你头上, 这边贩毒又有你的身影, 还说什么呢, 抓起来呗, 2003年5月16日, 陈凯因涉嫌刑会案被批捕, 六天后, 司法机关对此正式立案, 纪委和公检法系统抽调大量人员, 成立专案组, 因此, 这起案件被命名为522专案, 等待陈凯的是法律的严惩, 这场大规模官文中, 陈凯就像是一个线头, 抓住他轻轻一拉, 整个福建政界都分崩离析, 暗自追查到的每一个人, 最后或多或少都会和陈凯有点关系, 顺着先摸下去, 522月查越大, 简直一发不可收拾, 要知道, 为了在福州打造独属于自己的, 娱乐王国陈凯, 可谓是煞费苦心, 整整十年, 他用各种手段, 几乎疏通了一个区域娱乐产业链, 所需的政治, 司法和社会资源的方方面面, 之后的日子里, 能横行无忌, 和他前妻的努力密不可分, 陈凯的能量大倒进橘子的当天, 还有有人私下查了抓人汽车的车牌, 甚至专案组的动向, 都被立刻泄露给陈凯手下, 和他在官场的朋友没办法, 谁叫时任福州公安局副局长, 都是陈凯的好哥们呢, 陈凯被抓之后, 随着进去的官员越来越多, 剩下的人终于意识到, 事情不对劲, 今非昔比, 陈凯是真的凉凉了, 他被抓的第五个月, 突然流出了一个, 传言陈凯畏罪自杀了, 一时间还没进局子的大小官员, 纷纷在家里祈祷, 希望陈凯真的死了, 这样他们就可以高枕无忧, 再也不用担心被揭发, 然而, 实际情况是, 陈凯没自杀, 案件的侦查还在继续, 在把所有贪官污吏都绳之以法之前, 纪检委的雷神之锤是不会停止工作的, 2005年, 522案终于正式落下帷幕, 陈凯被判处死刑, 而其余相关的21人, 也根据罪行轻重, 分别判处不同刑期, 一代福州首富的神话, 就此覆灭, 早在陈凯被捕的那个月。 他在当地经营的全家福大酒店, 凯歌皇家歌剧院, 就被警方查封, 远逆七月完工的大型豪宅凯旋花园, 也随后停工, 购买者迟迟不能入住, 三年过去和陈凯有关的一切都变得灰暗而破败, 位于福州市黎明永辉超市附近的陈家, 是一座三层高, 外形类似一个蓝色城堡的建筑, 以前移到了晚上, 所有灯打开, 看上去就是一座金碧辉煌的城堡, 他出事后, 这座蓝色的城堡除了一楼的灯光外, 黑漆漆一片, 看不出往日的气派, 陈凯的凯旋中国集团总部, 位于福州市五四路19号, 海山大酒店顶层, 昔日富商高官进进出出的地方, 如今也被警方查封, 凯旋集团的多位高层管理者也已被捕, 原来, 由陈凯负责经营的三星级涉外酒店, 海山大酒店也被福建省有关方面收回, 随着时间的流逝, 陈凯的名字会慢慢被福州人淡忘, 但是这些仍然屹立在原地的建筑, 却刻上了陈凯的烙印, 无法消除, 被执行死刑的那一刻, 陈凯会想起自己和伙伴一起炼贪, 找老板娘蒋家的单纯岁月吗? 我们不得而知,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